搖晴吶喊迎接宣傳車 支持者真的好熱情 國民黨新北市場候選人侯友宜 最後關頭車隊回到板橋全力搶票 侯友宜前腳剛到 林家龍後腳馬上跟上 雙方都要搶攻新北最大票倉板橋 雖然沒有碰面 但人隔空交火 他把自己關起來 躲到城堡裡面 不管外面 其實人民很多的心聲 甚至有一些悲情 我覺得要做一個 有學有肉的市長 那我也期待 我們林家龍先生 能夠對板橋地區 利用這樣一個車掌 多認識 多了解板橋 其實板橋胡言滿遼闊的 要認識 了解板橋 其實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只掃街尬場 兩人舉辦選前職業的地點 也緊緊相鄰兩個路口 不過林家龍陣營選前之夜 有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以及隔魁蘇貞昌的大咖站台 侯佑宇沒有黨內大咖 只有平民素人開講 一般的市民的朋友 他們把這幾年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所要講的 把他們的心聲代表很多人講出來 我們希望用請天的方式 理解市民的聲音 這是很大的諷刺啦 在侯市長統治的十二年內 新北市民有很多的悲情 反而我們的訴求是新北大翻新 市民大翻身 我們會在今天的晚會上 也呈現真正的庶民 宣戰最後一離路 侯友宜 林家龍捉對廝殺 要拼出最多選票 歡迎新聞 宋君益 王毅德 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